自从蒋进夫前两年淡出娱乐圈去日本留学开始 总是时不时的用热搜的形式来曝光在大众眼前 一会儿是小鲜肉长胖放飞自我 一会儿是有男朋友疑似出柜 一会儿是和日本女友曝光恋情 最终在与女友家暴事件中彻底爆发 家暴事件更是霸占热搜禁月 热度和讨论度迟迟不下 自此之后但凡有一点关于蒋进夫的现状 都可以迅速安排热搜 不过看现状 左手金表右手花壁 身材略有发福 在酒吧玩的也是相当嗨 或许这才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吧 远离娱乐圈是是非非的普通人生活 也有不少网友感到惋惜 明明当年月身一线的流量小生 目前是这种现状 也着实令人感叹 蒋进夫当年凭借薛元健走红 刚出道就获得男一的角色 林更新当时不过也只是男三 可见当时唐人对他的重视 同门师兄胡哥更是力捧他 在事业生活上都很支持他 哪怕是出了家暴事件 也第一时间出来发生 当时蒋进夫可以说是前途一片光芒 顺利进入一线鲜肉的行列 偏偏就在那时决定去日本进修 于是认识了前女友钟浦优花 从此星途灰暗 生活充满了各种狗血 现在与当时同聚的林更新 火力纳扎等人 已经再也无法相提并论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精彩内容 喜欢就加个关注吧 小编每天都更新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